也學者認為,今次尼加拉瓜和台灣斷交 主要是因為大陸可以在經濟上提供更好的幫助和支持 不相信北京日後會採取更主動的外交策略 爭取一些相對落後國家的支持 張維聰再報導 尼加拉瓜和台灣斷交之後 成為和大陸建交的第181個國家 也是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 第8個和台灣斷交的國家 令到台灣即是剩下14個邦交國 蔡英文就說 斷交涉及到複雜的國際政治和兩岸情勢 但是不會改變台灣堅持民主自由 我要告訴國人同胞 台灣的民主越成功 國際的支持越強 來自威權陣營的壓力也會越大 但是我們都堅信 不論是外交施壓或者是文攻武嚇 都不會改變我們堅持民主自由 堅持走向世界 堅持參與國際民主社群的決心 有學者認為尼加拉瓜選擇與北京建交 一方面相信是因為可以獲得更好的經濟援助 另一方面也都反映美國在自己的喉花園實勢 中國其實它的實力足以可以幫到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發展 我相信這次來講也都有一些美洲國家開始 它都會考慮跟中國復交 跟台灣斷交 哪怕儘管是美國的後花園都好 對於近期立陶宛以及部分東歐國家和台灣往來甚密 趙宇樂認為 正是這個原因令北京在外交上進一步採取主動 他估計會有更多相對落後的國家會選擇進一步支持北京 有線電視記者 張偉聰報導